他出生于邪教家庭 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大山垃圾场 他17岁前没上过一天学 却一举拿下了剑桥博士学位 成为比尔盖茨唯一的女偶像 他在童年被哥哥家暴将头按在马桶里 却被父母视为疯子囚禁在家中 他的成长故事感动了无数美国人 带给了人们生活的希望 他就是在绝境中逆袭的塔拉维斯特夫 1986年 塔拉出生于一个偏执的魔门教家庭 父亲是一个相信世界末日的固执狂 认为医疗和教育会迫害人的思想 会将他们杀死 因此他拒绝让家里的七个孩子上学 并生活在大山的垃圾场里 从小塔拉便和这些废旧的机械垃圾为伴 不到七岁就开始帮助父亲干活 身上都是被磕碰的瘀青和伤口 虽然生活很苦 但是他认为父亲是在保护他们 然而在15岁时 他的二哥突然性情大变 塔拉仅仅是涂了口红 就被二哥拽住头发拖到了卫生间 不仅对他拳打脚踢 还将他的头按在了马桶里 逼迫塔拉承认是妓女士荡妇 更加过分的是 二哥还在塔拉喜欢的男生面前 殴打他并撕扯他的衣服 然而 当塔拉哭着向父母求救时 父母却说他是在诬告亲哥哥 结果第二天二哥就虐杀了塔拉心爱的小狗 并把粘解的刀子塞在塔拉手中 让他自杀谢罪 塔拉凄惨的哭声引来了父母 但他们却没有责怪二哥 反而在亲戚面前说是塔拉疯了 年幼的塔拉身心都受到了折磨 父母扭曲的教育让他认为是自己做错的事情 甚至还向二哥道歉 结果却换来二哥更加肆无忌惮的折磨和欺辱 好在塔拉还有一个头脑清醒的哥哥泰勒 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 再一次回家时 就下了正在被二哥欺负的塔拉 他告诉塔拉 这里是一座痛苦的囚龙 你应该离开这里去上大学 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泰勒的话为塔拉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17岁时 塔拉通过泰勒留下的旧课本自学 白天疯狂打工赚学费 为了不被父母发现 他只能每天晚上两三点起床看书学习 经过两次考试 塔拉终于进入了杨百汉大学 在学校每一件事情都在改变塔拉的认知 他第一次知道穿裙子化妆的女生是正常人 吃药片可以治病 而不是通过念咒语 此时他才明白 自己从来都没有错 成为疯子的是他二哥 塔拉不再期望得到家庭同情和认可 他说 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 真正能决定你是谁的 只有你自己 从此他一心沉入学习 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 最终成为剑桥博士 塔拉的童年无疑是凄惨和痛苦的 也正因如此塔拉才珍惜学习的机会 用毅力克服了学习路上的一切阻碍 他在泥泞的深渊张开了翅膀 飞翔在了辽阔的蓝天 这个呢 是